今天要介绍一个学习外语的浏览器扩充 Burnin Vocabulary 它也有手机APP可以下载 是学习外国语很方便的网络服务 Burnin Vocabulary是一个浏览器的扩充 可以在Google Chrome或者是Microsoft新的Edge里面来安装它 安装完以后,先来看一下它的椅板表 12点击了Burnin Vocabulary的按钮以后 它就会进入到它的首页 也就是它的Dashboard 它的仪表板 只要进入它的仪表板 它就会以每个月或是每周的方式来显示你所有学习过的单字 只要点击了某一个单字 它会自动跳到我们当初记录这个单字的地方 甚至我们移动以后 它会马上就发出声音 点击以后它就会立刻跳回当初做记录的那一个网络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先前在这边做了一个记录 而且这边有一个说明 我们也可以点击 让它做发音 可以说它是非常方便让我们收集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的这些智慧 都可以把它给记录起来 同时可以再透过它 来制作闪卡资料 它每天 我们可以固定设定一个数字 它会帮你自动产生 一个闪卡的 有了这个闪卡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学习 这是第一张闪卡 正面背面 然后第二张 第二张的闪卡 那同时它也有 甚至记忆的App可以来做下载 因此方便我们在随时随地可以学习这些单字 它也有汇入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我们常常要用的单字 也汇入到它的系统里面来 最后它也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单字 根据我们的日历给印出来 最后在这个设定的地方 可以指定我们显示所有的这个样式 然后是不是要把Double Click的功能给开启 那如果有了Double Click的功能的话 你有某一个单字 你需要做显示的时候 这个Resource 希望把它加到我的生字里面 我们只要Double Click 我们再做一遍 Double Click 它就已经帮我们加到我们的Dashboard里面来了 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Home 这个Dashboard来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是不是要重整一下 重整完以后这个单字就已经进入了 可见它是非常方便让我们做一个学习的 一个扩充 它支援的学习的语言 有下面这几种 除了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日语等等 这些语言都可以透过它来做学习 因此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扩充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是需要付费的 我们的免费版本它只有40个单字可以使用 40个单字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付费的话 你就是这不要超过40 然后已经快到40就把以前旧的单字给删掉 不要超过这个40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免费版 如果想要更多的功能 那也没有这个40个限制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来订阅它 230元 这个应该是人民币的230元 其实是没有多少钱 就大概不到1000块台币的价格 你就可以来使用它的这些完整的功能 我是觉得如果你有在学习外国语 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它的功能 那今天就介绍这个浏览器扩充 到这边谢谢各位